大家好,我是北风网的项目老师,叶峰,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银行里的项目,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既然讲到了银行项目,大家要对银行的业务和系统有个整体的了解。 大家看一下银行的基本业务,第一个存款业务,第二个贷款业务,第三个结算业务,一个银行里帮有这三个主要业务才能称得上银行。 存款贷款业务和咱们大家息息相关,这个我就不多一解释。 结算业务,主要用于票据里的一些结算,比如说本票、商票、汇票、成票等等。 大家看一下银行系统里的分类,大概有三个,四个分类。 第一个是业务系统,第二个是MACE系统,也就是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个是渠道系统,第四个是其他内管系统。 我们先看一下业务系统,业务系统主要是处理银行里的业务为主的一个系统。 譬如说核心,结算,网银,保理,票据,卡系统等等。 这里的核心系统主要是业务相关的。 每天进入多少钱,出多少钱,每天的记账,要往核心系统里记的。 结算系统,咱们上次提到的。 汇票,本票,支票,商票等等,一些票据类的结算。 网银,大家息息相关。 保理,保理这块主要是进出口贸易时候用到的一个业务。 票据,这是咱本节课重点的一个要讲解的一个票据系统。 卡系统,代记卡系统等等。 第二咱看一下管理系统。 俗称的MACE系统,管理系统,它干什么呢? 主要是信息,收集,存储,分析,干这些事。 比如说CRM,风险管理,财务,BI等等。 这里的BI是商业智能啊。 CRM,客户管理系统。 第三个呢,渠道系统。 渠道系统是银行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柜面前端系统,手机银行,综合潜质。 这些都是一个渠道系统。 第四个,其他系统。 这主要是银行的一个内管系统啊。 比如说OA,ERP,HR,支付,征信,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渠道系统。 这些系统,这些系统是属于内管的。 大概可以分为银行里边,分为这四类的几类系统。 我们重点讲解一下电子商业汇票的系统。 来大便大家看一下这个定义啊。 电子商会汇票,看一下官方定义。 是这样定义的。 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 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是持票人的票据行为。 这个我结合一下系统,找一张票,看看神式电子商业汇票啊。 在这 Lemach。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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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漂削松和业务处理平台 机构号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我以前已经配置好了 我直接进里让大家看一下 不对 这个用户登录 大家现在见面 看到的是一个漂削综合的业务处理平台 首先看左侧 左侧 这是个文本区 主要的业务处理区 右侧 分为代办票据 和到期票据和公司通告 几部分 下面我们找一张票据来说明一下电子商业汇票的定义 结合这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不要测试 这票 不错 不错 看到 一票 看 好 看 看 大家看 结合一张票据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电子商业成队的一个汇票 看左套信息 出票人 收款人 成队人 票面的三个要素 主要是这三种 下方 这些 很少用到 我结合这个概念 来给大家说一下 是指出票人 大家一定要记两个人 一个是出票人 付款人 和持票人 出票人 大家看一下出票人 他的名称 他的账户 开口行航号 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 这不是纸票啊 不是纸质的 是完全以电子化 以报文的形式进行交互 只出票人 只出票人 以托这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委托付款人 这里的付款人就是成队人啊 就是成队人 就是付钱方 由他 某某某某某行进行付款 付款 在指令日期内 大家要看好这个时间 指令日期内 无条件支付 确定了金额 给收款人 指令日期是什么概念 是这个 出票日期和汇票到期日 指令日期是在出票日期和汇票到期日之中 在这个时间内 付款 付多少钱 是这个金额 给收款人 给持票人 收票人 看这个 在一种票据行为 是这么意思 主要是看这两个 这三个要素 出票人 收票人 乘队人 信息 往下看 电子商业汇票 可分为两种 按票据种类 可分为银城汇兑和商城汇兑 这里帮银城汇兑 主要是以银行来互管 来乘队 商城汇兑 商城汇兑主要是第三方 第三方 金融机构或者是财务公司 来支付 咱们再张是银城汇兑 银行来乘队 来说一下 咱们电子商业汇票的产品种类 介绍 大家看一下它的业务功能 成对 成对 保证 背书转让 质押 贴线 提示付款 追索 转贴线 再贴线等 我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看一下咱们系统里这些 背书 成对 贴线 转贴线 质押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资料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业务 产品介绍 这个我先关了 有点卡 先看一下成对 先看一下成对 咱们按照PPT 你这几个业务啊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业务 成对 看一下它的概念 通过开户行 企业通过开户行 和开户的财务公司 来签发电子商业汇票 这里分为银行成对和 和刚才咱们已经说的一个是商城成对啊 银行和财务公司来成对的 大概他分为几个六个 六个过程啊 出票 信息登记 出票 写票面元素啊 这个是出票人收票人成对人 就是说以前所有纸质的 纸质的 一个出票的过程现在是一个电子化 电子化的过程 就像刚才咱看到的左侧 出票人信息 他的名称 行号 等等 这些信息 来 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一个成对 一个流程 业务流程是这样的 网银 会 购物购格帐里了 发出一个请求 咱们这票机系统 转发 保存 保存好之后 转发出票 标记登记系统,到人行的一个 zcds 人行系统返回一个报文 一去一返 返回一个005报文 发出出票登记成功的一个报文 我由网银,选起出票登记,发起提示程队 转发停止程序申请 票记系统开始转发停止程序 转发程序申请报文,到程序行的开户行号 转发到大额系统,转发到ecds 由ecds,返回程队申请报文,到程序节点 票记系统,接受人行返回来的一个 031报文 到这里 这块 这块主要涉及到的是一个程队保证金 一个冻结程队保证金的 还有一个程队信息的交验 这里有一个 和信贷系统和核心系统之间的一个接口 这个后续的接口,我会专门的介绍 我们大概主要是了解一下程队的业务 这个,就验完之后,就验通过 点回驳回信息,如果是的话,走下一步 发起程队手续费的扣减 这有个程队手续费的扣减 会计行,会计港,您行有会计港做这个事儿 程队手续费有扣减 之后,签收,快计港签收程队申请 发送程队回复报文031 往人行发送 人行回来一个033 接着人回到,看到这个回值信息 之后,程队签收成功 完之后,有个记账 记账的话,这主要是 往核心港,会计港,往核心的一个记账处理 这是一个程队的过程,业务流程 我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后期说到一些接口设计 包括系统和核心接口的时候 会详细讲到这个程队 保证 大家看一下保证业务 说说这几个业务 保证是这样的一个业务 保证是对出票人的保证和对程度人的保证哈 对背背书人的保证少 保证是什么意思啊 用大白话讲,就是说 两个人之间有账务往来 新人不过,有第三人,担保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 A和B,发生业务 西医来做担保人 但是票据里是这样处理的啊 保证人 不为票据的其他债务人 人民银行是不能做保证人的 同一个被保证人可能有多个保证人 我可以A和B 我C保B 我可以有C和D都可以做B的保证人 这个意思 大家看一下它的流程 这流程比较简单 有网银,发起 发起保证申请 过来到票据,票据记录,转发 转发到人行 人行有个回复 回复来之后 转发到票据系统 由网银和规门店里查询 查询过来并签收 被保证人,转发到被保证人 保证人,申请 保证人为北行或者他行 这里有本行或者他行客户 北上人是本行的 签收协议 非本行的 本行就是在咱们行里开的一个账户 他行是在外行开的一个账户 查询,查询过来并签收 记录转发不保证,保证申请签收 保证签发结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详细了解 这个一般不太重要 大家了解一下 背书转让 这里的背书转让是设计到,只涉及到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背书转让 主要是这里 看一下 就是在票据 逾期之前 票据未到期啊 将票据 企业把这张票 我拿着这张票 转给其他企业 是指企业之间的转让 它不是企业银行或者是财务公司之间的一种转让业务 这是它的流程 大家看一下 网银 贵面代理 发起一个背书申请 票据系统 转发到票据系统 保存 转发 也是通过 往ECDS 到人行的系统一个转发背书申请啊 回来之后 转给票据系统 背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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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票据面代理 都能查询到 结束 背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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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方不得签收吗 到这儿 背书申 在本行 接收并保存背书申请 查询之后 签收 签收完了之后 背书申请结束 转发背书 背书的签发结果 到银行 背书申请结束 就这么个过程 质押和贴线 质押 谈到质押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 质押和抵押的区别啊 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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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银行里边 可能说 用到的几率比较多 但是它俩是有区别的 质押是什么 以大件的 你这么挤押 抵押和质押 抵押是以大件的为主 譬如说 我房屋 车辆 作为财产 做到人行去抵押 去贷款 这叫抵押 质押是以票据类 以票据股票期权 我放到人行那儿 来出来一手贷款 这叫质押 咱们票据里的质押 主要是一种 这个意思是 银行会对的一个票据 做抵 做质押 来看一下它的官方定义 出票完成之后 持票人 可发起质押申请 或者接收质押申请 这流程我就不细说了 大家看一下 贴线 贴线 转贴线再贴线 贴线类的 这个以后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业务流程说的详细 贴线这会儿 后期开发中 也要用到这 所以说咱主要说一下贴线这个业务 不是说其他业务用到的很少 比如说质押和追索业务用到的很少 一会儿给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追索业务 先看一下贴线的概念啊 简单的说贴线是一个融资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企业融资的过程 企业由于资金紧缺 扩大贷生产 小融钱到银行借钱 他借钱 人行 银行不可能白给你花 他收取一定的利息 这个利息 在票据里叫贴线 大家看一下啊 企业持票人 在票据到期之前 通过贴线业务 将票据权利转给银行 或者财务公司 这个票没到期呢 把这张票贴给银行 银行拿到这张票 给他钱 但这些钱还要扣出一定的利息的 那就是贴息 是这样 在这里边分为一个买断式和回购式啊 贴线业务转贴线和再贴线都分为有买断式贴线和回购式 两个方式 什么意思啊 买断式 我直接买完之后 再不输回了 这叫一个买断式 这个我贴给银行了之后 回购式的话 是我贴个银之后 到一定的 赎回开放日 我再赎回来 这个意思 这两种有两种清算方式啊 大家看一下 有可能有线上清算和线下清算 线上清算的是走大额的 从大额里扣减 其他的线下的就是说 一步非大额非走大额系统 走其他的支付率或代记卡之类的 这种清算方式 这块还说了一个排队的处理啊 他大额清算 有个大额系统啊 支付系统啊 日间 日间无法清算的 做排队处理 日中无法清算的 他这个日间和日中是怎么区别的 因为咱们这个ECDS系统啊 也就是咱们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分为两个 分四个状态啊 00 10 2030 10是日间状态 就是咱们正常业务 业务的开展期 都是在日间去做的 日间 日中 日中就是不做业务了 只做一些对账报文 日中 日中就不做业务 做排队处理 都无法清算了 日中 日中还无法清算的 大额就退回 也清算申请了 来看一下贴线的流程 企业 发起贴线申请 到票机系统 票机系统 保存并转发 到人民银行 到人民银行 转发到 人民银行 申请到 把转发到 回复一个 转发贴线申请报文到贴入行 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 这里有收到了 回复报文 申请报文 这有个信贷港 信贷港 根据资料 跟单资料 也就是说一些信息的维护 包括底线利率的判断 底线利率 我第一个这个利率是不贴给银行的 是这个判断 额度 额度的扣减 这里边分两个额度 对公和对 和公 对公的 对公额度 还有个同样额度 对公额度是在信贷系统扣减的 这个对公额度和对 和同样额度有什么区别呢 对公的话 额度大家都可能知道 新网都有额度 对公 对公 和同业 同业只是银行之间的一种给你的额度 我给你5000 我给你1万的 这种额度 对公的额度就是说 两个企业 信贷系统 简单的说一下 信贷系统就是干什么 贷款的 贷款的申请 合同审批 发放 是通过的话 否的话 没有通过的话 恢复额度 是的话 会计港签收 一个贴线申请 发送一个 0315报文 发到人行 人行转发到 转发申请回复报文 好 网银 收到客户的申请回应答 之后 票机系统 接到人行的一个转发过来的033 033和036 一个是线上 一个线下 接着到人行的一个确认报文 会计港一个核心记账 向核心系统记账 这是贴线的一个流程 业务流程 这是它的流程说明 再说一下再贴线 转贴线 把贴线类的几个业务介绍一下 转贴线 转贴线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它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发生的一种业务 还有再贴线 几下方是再贴线业务 再贴线业务是 银行 银行 银行这里的银行 包括一些咱们 中国工程件 其他银行 股份值银行 商业银行等等 和中国人民银行 发生的业务 把票据贴给 我银行之间 也有缺钱的时候 把票据 需要融资 把票据贴给银行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再贴线 转贴线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业务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概念 银行 财务公司在票据到期日 通过转贴线业务 将票据前例转给其他银行 或者是财务公司 转贴线业务和贴线都一样 和买断式的转贴线 和回购式的转贴线 大家看一下 这个和贴线的处理方式一样的 日间业务无法清算的 做排队处理 日中仍无法切算的 大和系统推荷 清算申请 在这里大家说还有一个概念 系统内的转贴线和系统外的转贴线 系统内的转贴线就是本行内的 我总总分支 大部分行一般都分 总行分行支行 总行和分行或者是支行发生的一种业务 系统外的转贴线是什么 就是说我农行和工商银行 两个不同 不是同一行内的系统外的转贴线 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区别 看一下它的流程 看一下它的流程 称卖出批次 往出卖票 这有个批次的概念 后续咱们想到批次管理的时候会实现这个漫画 通过票据系统 卖出批次 信贷港 现在省个元 生成批次 入入信息 为什么要提到一个批次呢 批次的概念是一个批次里有很多票据 因为因为银行银行银行的业务有好几种 有时候有几十张票或者是上百张的票 不可能一张一张票去选 所以是用一个批次的概念 来包换所有的票据来进行买与卖 这个系统外的转贴线 有一个行内的审批 行内的审批一个流程 就是说A银行 我替给B银行 我行里边有个审批流程 这个大概是个行里的首席流程 之后行外买入的时候 还有个审批流程 大家看一下 行内的审批 会计港发送贴线申请 审批完之后发送贴线申请 转发到ECDS 人行系统 人行系统回复一个 回复到贴入行 贴入行一个贴线申请 贴入行 收到回复报文 他这头是签收 签收完之后 核心记账 是买断式还是非买断式 是的话 恢复额度 否则签收回复贴线流程结束 下部分主要是一个贴入行的处理 买入的审批流程处理 新贷港 申成批次 这个和贴出 贴出人的处理方式和新贷港是一样的 就是买入审批 这块也是一个申请 这我就不大家 感兴趣的话 仔细流程这个项目的流程 不再一说说 贴出人和贴出人都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大家你只记住一点就行 就是说我这张票 在系统外转贴线的时候 我转出的时候 要走一个审批流程 银行里的审批流程很多港 很多港位在做这件事 有信贷港 会计港 审批港 客户经理港等等等等 这个我先不一一说 大概你就记住这个流程 有网出卖票的时候 行里要有个审批 走个审批流程 这一大串的审批流程 之后 买入方 有个审批流程 买入 买入批次 信贷港 信贷信息维护等等 买入审批之后 最后签收一个核心记账等等 这个流程 这是系统内的 一个是系统外的 行外的 一个是行内的 这个系统内的和系统外的处理功能 处理流程基本一致 只不过是它 处理方式是他行 非他行 这是岗位啊 风向管理部 风管部 行长等等 这个审批流程等等 就是一级级的审批流程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详细看一下 还有个追索和提示付款 这两个业务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个业务 提示付款 先看一下提示付款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持票人 在到期之前发起提示付款 或到期之后发起余期的提示付款 发起提示付款 持票人就是一种 开始要钱的操作 这种方法 票期到期日之前可以发 和票期到期日之后余期之前 还没余期 发起一个提示付款 要成对人付钱 是这么个操作 成对人这块 接入点银行系统 可以分为两个 两个结算方式 一个是线上清算和 和贴线转贴线再提线的方式 都是一样的 两个清算方式 转贴线 成对人可以拒负的 这块可以拒负的 但拒负的应该是拒负的理由 为啥不还 等等 看一下流程 企业 都是从企业的网银和规面代理发起的 票据系统转发 从网银到票据系统 票据系统是中间的一个系统 保存和转发到ECDNS 大家要理解这个流程 都是从最前端的 前端是网银或者它的规面代理 来申请或者是 申请一个流程或者是查询 票据系统一个保存 转发 转发它是通 中国人民银行 连的 他发过一个020报文 提示付款申请 接收行 接收 转发提示付款申请 转发提示付款申请到承对行的开关接入点 承对人质 一个接入点 票据系统收到这个提示付款之后 是本行承对和非本行承对 否的话 签收或拨回 如果是本行承对的话 本行来付这笔款 客户签收 提示付款申请 转发回复报文 通过人民银行 ACDS 转发 ACDS 转发回复报文申请信息 到 提出行 这里分为031 031和036 先上和先下清算 票据系统 收到提示付款申请回复 之后是客户持有还是 非客户持有 否的话是否签收 联行行查到是 提示付款的一个回复信息签收 不是本行 不是客户持有的话 直接就结束 如果是马上前后要发起一个核心的核心回款记账 核心知道这事儿 这钱回款了 这样记个账 原来占有额度 恢复啊 只是这个流程 追索 追索 还有个追索业务 提出款和追索业务 不是很常用 追索 追索业务大概分为两种 一个是聚部追索和非聚部追索 看一下它的定义 聚部追索 聚部追索 聚部追索原因 就是说付款人 提出付款后 付款人不会付款 不付款 这种 挑起全力人 根据付款人出具的聚部证明向其前手 提示 追索 提出付款 它是在提出付款后的一个业务追索 提出付款 这人始终不付款 我就发起一个申请追索吧 是这样 非聚部追索的话 原因就是说 这个付款人啊 死亡 逃逆或者是法院宣布破产 这种情况下 叫非聚部诸子 人 人没了 人死了 你这个企业宣布已经破产了 票据权利人 为确保票据权利 而适应 不可向其前手去追索 这时候 要有法律文书的 司法文书 向非票据付款人出于聚部证明 聚部追索 仅为票据到期后 被聚可付款的 持票人对其前手的形式 追索权 而非聚部追索 是在票据到期之前行 要有相关的追索原因即可了 非聚部诸子 这块 咱们这块 必须 都是选择线下的 取证和协商的 追索 追索到出票人和成段人为止 这块是出发人和成段人经常得票据关系解除 这个很少用到 大家有时间看一下这个流程 刚才讲到了一些票据的基本 基本产品介绍 大家回顾一下 主要 主要 它有 贴线 转贴线 再提线 成对 这四个 业务大家 要熟悉一下 其他的业务 很少用到 了解一下 接下来咱讲一下 电子商业汇票与纸票的区别 说了这么多电子商业汇票 大家看一下它的 有哪些区别 第一个 票号不同 电子商业票是30位 咱们普通的纸质汇票是12位的 第二个是发取渠道的不同 这个电子化的信息化的票据和纸质化票据有数 发起渠道是不一样的 纸质的票据是以实物的方式商银行来发取 咱们电子化的贴道主要是与客户网上银行进行登记的 第三个 网络传输方式 电子信息化商业汇票 担任电子方式流通了 以报文之间进行传递 纸质呢 咱们这纸质凭证 反映出纸质凭证 之后采用手工传递或者游戏方式 这种方式 下面看一下电子商业汇票的产品优势 它有哪些优势 第一个 所有都在在网上操作 全程的无纸化办公 所有的票据类都是一种 信息及时处理随时查询 是这样的优势 第二个 可以支持跨行国流通 方便快捷 第三个 转让 网上的倍数转让 与指示的 这种跨地的交付产生的费用 这一定的丢失风险啊 第四个 票据期限延长了 六个月延长一年 增大了企业的融资啊 第五个 还有哪些优势呢 票据是统存于央行系统的 因为各商业银行 包括下来的股份值银行 每发生一整票据业务 在央行那都有记录的 所以统一存在于央行系统中 安全可靠 无科隆的 无假票 这几点几点优势啊 电子商业汇票 这优势 优势说了 大家看一下 电子商业汇票办理条件 它有哪些条件呢 具备独立的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号 第一个 第二个 在五网行开了一个结算账户 就是你幸运良好的 有结算账户 资金往来比较正常 这样的客户 第三个 开通网上银行的 使用有效的数字证书 你要签章等等 这几点还有一个 第四点 以我行签订 签订服务协议的 第五个 开通电子商务的业务功能 信息良好 无违法 违规记录的 这么个情况 才可以跟你办理电子商业汇票 大家 大家对这一节主要讲 讲的一些概念 有个初步的电子商业汇票的 定义包括它的功能 包括它的介绍 有个初步的认识 今天课简到这里 谢谢大家